花莲县记者协会24号上午在花莲县议会举行 记者漏网镜头新书发表继12届里坚士拼任记者会 照片由花莲县记者协会会员提供 书中刊登了新闻画面以外 未曝光的幽默风趣辛苦一面的记者漏网镜头 同时也拼任了12届的里坚士 这一张张不分政党摆脱头衔 无畏风雨没有昼夜上山下海的经典画面 记者们留住刹那永恒的漏网镜头照片 透过照片画面说出了背后干苦的故事 呈现一连串的惊奇 独卫名义代表也都到场支持 对于记者们的天职与新闻事件的记录给予肯定 你们是上上下海 在各个层面都给予我们花莲县 不管是正面的温馨的报导 其中当然就成为我刚刚理事长讲的 你们结束工作以后 你们也都是人妻人父人子 也都大家有自己的生活 但是在你们的工作 有时候真的也没有24小时之分 这么多年来 各位不管是在花莲重大的新闻世界 有欢乐场合 有悲哀的场合 各位都能够一一的传神传达出 一个记者朋友眼睛所看到 笔下所形容的 都能够让读者跟观众 能够领受感受到第一现场的喜怒哀乐的氛围 同时在发表会的当中 也颁赠了花莲记者协会第12届的 李坚士拼认书 以及11届李坚士的感谢状 理事长梁国荣更是感谢记者们 在新闻事件上 以本身的专业还原新闻事件的重要性 0402泰鲁阁列车搬车的时候 我们的协会会员们赶到现场 他们要忍受的口渴 他们要忍受的饥饿 他们要忍耐一句句的遗体 被抬出来时的悲伤跟不忍 他们还要到殡仪馆 忍耐听闻家属的爱好 悲痛跟哭泣 然后他们还要含着泪水 完成家属他们一篇篇所讲述的故事 040又过去了 但是事后我们会员的媒体人 他们事后在回想那一段历程 他们所听到的故事 他们所完成的新闻 他们所拍的每一张照片 讲述的过程当中 他们不知不觉的就流下了眼泪 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 媒体人也是有那一份 因为采访所产生的悲伤 值得一提的是 新闻漏网镜头艺术的编映 也都是由征绩麻吉赞助 媒体工作存在诸多的风险 透过漏网镜头的展示 让外界看见媒体工作者 对于新闻事件的热忱与执着 才有精彩的画面 而冒着潜在危险完成的新闻工作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